中南美文京协会等三个团体 是在今天下午五点半钟 在台北市国宾饭店举行茶会 欢送即将访问中南美洲各国的特使团 这三个特使团的特使 行政院秘书长蒋介士 财政部长李国鼎和交通部长张继正等 都参加了欢送茶会 茶会中中南美文京协会理事长潘养三 曾经简单地说明了中南美洲目前的经济情况 也预祝这三个特使团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 促进中南美洲各国和我国之间的合作关系